从一台推车起家 最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店面 黄老板用豆花撑起一个家庭 当然了 这其中的好生意 和这份充满好滋味的豆花 有很大的关系 在手工制作下 这里的豆花细致绵密 一个月能够卖出上千碗呢 招牌红豆 令人吃了在嘴里 甜在心头 虽然毕生奉献于豆花的黄老板 已经年过六十 不过在子女的帮忙下 仍旧不会轻易退休 而且还要持续专严新口味 让老饕们继续享用这份好味道